受伤就医备要签名!林美秀妙回说! 林美秀在片中是卸主舞的精神支柱!如同西娱乐,2018408! 博片王牌叫施马娜出击剧情呈现热血的棒球对抗情节,女主角林美秀更在拍一场球赛戏时,被一季球速120公里的球机动右手手肘,肿痛到连手举高到180度都有困难,但她只是短暂冰服后,喊没事没事便继续拍摄,相当敬业! 事实上,当天拍摄结束,林美秀还必须投入晚上的海报拍摄!工作人员透露,从被球机中到拍摄海报结束,大约6个小时的时间,没有听到美秀子在这样的过程中,喊泪和喊痛!被美秀子这样的敬业精神给感动! 林美秀为了不耽误剧组拍摄进度,一直到当天完全收工后,才去看急诊打止痛消炎针,在等待治疗时,还被其他病人认出,推注轮椅来要签名,林美秀只住右手打去说,但我现在没办法动员! 索性他照了X光后没有伤到骨头,打了消炎针隔天就像梅士一样,到现场又是元气满满,顺利拍完杀青细分! 王牌角施马那出击前导海报!如红西娱乐,2018万0408! 林美秀的敬业态度,也感染了现场的年轻演员,导演张哲书回忆当天拍摄情况,那天在发生林美秀被球K到的使劲后,在片中饰演棒球队队员的年轻演员们, 卢曾乙同、陈牧、杜季祥等,个个都互相提醒一次把投球、打击与接传球等动作做到位,减少NG次数,甚至寄出NG一次就要跑累包的重罚, 盼能让美秀子早点收工去看医生,也因此当天拍摄比原定提早一小时收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